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晨颖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带着您在全球金融市场绕一绕 看一看重要的投资趋势和关键的话在哪里 首先要告诉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一个好消息 7月22号的上午呢 9点到12点 还就在一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12点 那么加持资讯呢 就是MoneyDJ 那么要举行一个见面会了 那在讨论什么呢 像中国的ETF啦 那包括像是这个杠杆或反向的ETF呢 他们的一个特色在哪里 那么也希望我们各位投资朋友呢 来参加这次的见面会 它是属于免费的哦 赶快打电话跟MoneyDJ来报名 好我们刚刚提到呢 重要的投资趋势在哪里 在最近啊 贵金属 贵金属中间最有名的就是什么黄金啊 白银这些是贵金属 另外呢 台湾的投资人最喜欢买的叫什么 高收益站 有一点波桃汹涌的现象哦 我们来看看呢 是怎么回事 贵金属啊 目前来看的话 是有一个资金流出的情形 这全球的话呢 那么根据这个专业投资机构 他们在追踪贵金属的ETF 第二季是出现了流出的现象 不过幸好就是说今年基本上 今年来还是一个正报酬的情形 那对台湾的投资者而言呢 投资贵金属的这个机会啊 是有的 那么从ETF的角度上面来看呢 我们看看 那么下一页的投影片 元黄金就是台湾可以买得到的 跟黄金一样的ETF 那么今年以来 我们看去年的这个是最低点嘛 今年以来的话 虽然在最近有出现拉回的情形 但是它还是维持一个正报酬的现象 就是呢涨幅缩小了 我们刚刚提到说第二季 第二季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四五六 这有出现一个压回的情况 那么什么原因呢 那么这个可能和 比如说升息的趋势是有关 另外大家担心 美国联准会FED缩表的问题 那么只是目前来看了 基本上对黄金呢 我认为啊 高点可能会受到压抑 但是低档的话也是有限 这跟开采的成本是有关系的 好那么如果说呢 从这个海外的ETF来看 你看这个GDX 好我们叫它GDX了 好那免得大家跟那个 那个S把它给搞混 好那么这个黄金矿业的ETF 他们是投资在拥有金矿的这些的公司 好那么在价格上面的话 也是出现了说呢 好第一季好高点之后呢 第二季的话是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 所以目前来看呢 好那么全世界的 硅金属里面的黄金 好的确都有出现走弱的情形 好那么但是我们也提过说 因为开采成本是居高不下 好所以预期是下降有限 投资朋友倒不妨 如果说再出现拉回的时候 是可以注意一个逢低布局的时机 好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可能投资朋友更关心 高收益债 高收益债的ETF呢 可能也就罢了 高收益债的基金 我们投资朋友呢 是买翻天了 在台湾呢 是最受到喜爱的 特别是有配息的 那么但是为什么最近高收益债的ETF 出现资金流出的情形呢 一方面高收益债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那就是能源相关的公司啊 油价的下跌 大家担心说 这些能源公司会不会 他们的这个还债 或者是筹资的能力受到影响 所以它出现回答的情况 另外呢 再升息的话 如果利率的走高 本来高收益债 它的利益债是 虽然它波动大 但是它配得起比较好嘛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 但是利率走高的时候 如果两者越来越接近 哇那它就失去它的优势了 目前还没出现 但是您要留意到这个趋势 所以摩根大通呢 他们 摩根大通的这个经理人有提过 说留意一下这个风险 但是花旗的话呢 但是不悲观了 他说2015年以来 就是这两年以来 说实在这个油价低迷了 那么大家对于 这种能源业 它的这种前景的话 已经慢慢的习惯了 当然未来还是要密切的观察 油价那个走向 那我们看看高收益的ETF呢 看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它有个变化 那么呢 以去年底来讲的话 的确是先走高之后 特别是在第二季还出现高点之后呢 再压回的情形 不过至少还是维持正报酬的现象 那么在另外一个的话呢 HYG 我们现在看的是JNK嘛 那么下一档的这个高收益的ETF呢 还是HYG 那么它也是呢出现了 在第二季有个高点之后呢 压回 压回的幅度的话呢 是有限 没有像黄金压回的这么深 那么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呢 对于资金而言啊 虽然美国在走升息 但是日本跟欧洲的话都还在QE 所以这资金还在找好的投资的地方 所以高收债 或者说像具备有高值利率体财的 比如说台股 这一类都是可能成为投资的一个标的和基础 当然也要特别的去追踪 那么当拿到了这个息之后呢 它资金会不会继续流下来 或者说会有出现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追踪 有看到它资金流出的迹象 而是值得去做观察的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